Hello 大家好 我是林仔 今天我們來講一下 火牛究竟應該怎樣選擇 先插播一下 大家好 我是林仔 現在頻道會維持在24出片 星期六直播 記得按訂閱和鈴鐺 別錯過任何節目 我覺得香港人算是這樣的 因為都算用不少 或者不是一個小的比例的預算 去選擇在買火牛的部分 不過我相信很多人都還沒有明白 平時我砌一部機的時間 我火牛應該會怎樣選擇 或者你上網看到很多人說 火數可能要喊到很大 或者你去讀到一些Power Calculator的網站的時間 都懷疑你部機有很多Word數 究竟是不是真的這麼多呢 我們現在可以去討論一下這個 topic 先說第一個 比較多人會去注意 或者知道是什麼來的認證 就是關於80PLUS認證這件事 其實80PLUS認證是由一間公司 特地去做一個認證 分散等級 去告訴你這隻牛的轉換效率是去到多少 其實有很多人混合了一聽到80PLUS 你這隻牛 譬如現在千二火打到八折 不可以這樣的Word數 其實是不對的 80PLUS的原意是告訴你 它的轉換效率由AC的電 去到變成DC的電的時間 中間的轉換效率有多少 80PLUS分了六個等級 分別有白牌 銅牌 銀牌 金牌 白金和泰金級 當然最高級數就是泰金級 最低就是白牌的級數 它的轉換效率都有所不同 越高轉換效率就會是越省電 但同時我都會拿到這個六個分級去大約去推斷這隻牛的用料 或者這隻牛的級數高不高 因為你要做到更高的轉換效率 必須用料都要漂亮 要比較好 才做得高一點轉換效率 所以香港人大多數都會用80PLUS的指標去推斷 或者去估計這隻牛應該都不差 譬如金牌或者白金級那些牛應該都不會太差 第二點我們會說火牛的代工廠 但有人要注意的是 這本有10間有15間的廠都會在大陸那邊 所以不用想找到有沒有什麼火牛 是不是大陸做的 十分之少 我不敢說完全沒有 之前Kulamasa也有出過一隻火牛是在日本製造的 但到最後我都會這樣說 在日本合體 你不會把所有東西 所有的材料都會在日本製造 很難的 因為不是想在鏟地那裡說 但繼續在代工廠上面 其實代工廠要提升出來 我想都頗有難度 因為太多 你真的提升不出來 但重點說那幾個 相信一定有印象 例如CSONIC CWT 長城牌 Delta FSP 其實大家都很認知或者很聽過 我記得這個牌子你到老場都會找到 好像CSONIC FSP那些 你到老場都會找到 但你會去想 究竟我不跟代工廠有什麼分別 或者有哪個牌子用哪間代工廠 這些的確是要上網去Google 例如你拿著這隻NTA的火牛 它不告訴你我這隻是哪個代工 其實是不會的 所以你要上網去Google 它就知道這隻是哪個代工 例如我面前這隻的雷神牛 就是CSONIC代工的產物 其實都不是那麼多牌子 會喜歡把代工廠這件事 放進去做賣點 除非它用CSONIC代工 其實你看香港賣得CSONIC代工 我都很自信我自己是CSONIC 所以它就瘋狂跟你說 我這隻是CSONIC代工 但是另外也很少看到代工廠 比較特別可以拿到人眼球 另外就是之前大家都聽過 Corsair就是T.R.1 就是講長城牌 然後就是CWT 這些都是大家熟悉的代工廠的名字 只不過可不可以把不同代工廠直接比較 我覺得應該不行 除非你可以做到一個浪大 很詳盡的測試報告 爆發之後來看 不然基本上很難 無故對比CSONIC代工和CWT 代工兩者會不會哪個好些 打哪個好些 很難一概而論 但你大約知道這幾間廠 你有聽過這些名字 名字都響 所以應該需要極有個譜 第三個點就是講價錢和用料的問題 其實你看到現在的火牛 大約金牌大約1元1火 如果銅牌的牛 應該是約8毫左右1火 即大約400元左右 你買到500W的銅牌 然後大約650-700元 你買到650-700火的金牌左右 這些位置很難說好圓不好 因為現在每個牌子都是打一個這樣的價錢 所以之前有人問我哪隻火牛 我經常都指著Fermotech那隻GF1 沒有ARGB那隻 那隻是CWT代工 金牌全模組 但價錢很便宜 我經常都指這些 你想試一下金牌的 你就可以選這些比較便宜的 抵玩油 老實講 你看到這樣的規格之下 1元1火左右 其實我覺得這些可以一試 當然你說去到白金級 或者泰金級的級數 基本上會比較高火數 才會有 而且價錢一定會比較貴 這個我覺得可以按自己預算去做這件事 大致上現在砌便宜的機 我都會選同油 中價去到比較高階的機 我都會選金牌 除非去到真的很有錢 去到2-3萬元的機 我就會放一些白金級 過千W的火牛 其實有時候都是懶型 我家就有千多W吸塵機 還有你看用料的時間 多數都會留意它的電容究竟是什麼 現在火牛很多包裝盒上面 都會告訴你 我這隻牛究竟會用什麼電容 如果不說的話 多數都會台系電容 它告訴你有Japanese Cap 你要看清楚它怎樣寫 有些會告訴你主電容是日系的 有些會告訴你我全部的capacitor 都會用日系的電容 一般來說 我們都會覺得日系電容的品質上 都會有信心過台系電容 可以自己去留意 怎樣去選火牛 我們會盡量推薦一些 全日系電容的模特兒來選擇 第四點就是售後服務方面 通常現在的金牌火牛 都在叫7-10年的保養 就算是同牌火牛 都在叫3-5年的長度 其實我個人覺得 基本上過7年到10年的模特兒 你一定是選擇過 除非當代理收拾了 所以也不用擔心火牛 你賣不到 或者什麼 但只不過問題 我自己就不會去買水貨火牛 盡可能選擇香港有巷貨 那就選擇大公司來買 巷貨 聯強飛機 這些你不會怕去倒閉 但太小牌子又不響 就算它說20年保養 你自己也會害怕 跑車又跟你說10年買不買 說了那麼久 其實火牛的Watt數上 我應該是怎樣計算 去預測自己買幾大火牛 才會夠用的呢 其實就要去衡量你用的CPU 和Display Card 是用多厲害 去估計你用多少Watt 譬如CPU方面 現在六核心的CPU 大約都是咬你8多Watt左右的電 8核心 十核心以上的 其實可以咬你200多Watt 在說真的Full Load的情況下 Display Card方面是怎樣計算的呢 就要看你需要多少個PC電 去插入卡 一個平時叫6PIN 就能給75Watt 一個是8PIN 就可以給150Watt 最新的12PIN接口 就可以300多Watt 我忘記了多少Watt 這個你要看自己的卡 究竟是用多少插口 去估計你用多少Watt電 如果兩個8PIN 你就預計它最多吃到300Watt 當然TSI-E都能給75Watt 但其實很少拿到這麼盡 如果最新的3090 3080這些有3個8PIN的卡 其實官方MV建議你拿750Watt的火力 為什麼會這樣呢 就是你預計一個8PIN拿150Watt 三個拿400Watt 加上CPU其他東西 750Watt其實是一個很合理的range 其實你都是大約估計 將卡會吃到多少Watt 所以去估計 原來這樣加上CPU 其他東西的時間 原來這個Watt就夠我了 另外你會去FF 究竟我這麼多HDD SSD 底板 其他風扇 那些用電 我會用到多少呢 我個人會用大約100Watt 去計算 例如現在我解設 我用這個3700X 配這個2060Super 那我這部機器會用多少Watt呢 3700X大約是150Watt 然後Display Card那裡 你預計大約是200Watt 那我會用250Watt 其實這兩件已經加上400Watt 再加上主機板 SSD、HDD、其他東西 風扇都好 再加多100W 你預計大約200Watt 所以這些情況下 我們會叫朋友買600Watt 其實留一點空間 有它的走盞就最好 那為什麼我明明聽你說 我的機器可能用500Watt 為什麼我不能買到500Watt 是因為如果你把輸出 loading到這麼高負載的情況下 其實壽命會死得很快 會短得很快 其他就是因為它負載比較高 其實那個肺熱相對產生出來 都會是高的 所以為什麼我們要買大Watt 就令到它會有多個空間 有一個Buffer 譬如剛才說的500Watt 你買650Watt 就應該有20%左右的空間 讓它自己調 即使它有一刻 可能突然拿多電也好 它都應付得到 而不會說你500Watt 我突然間不知道 因為什麼時候拿多一點 你都給不到它 就真的有機會 會有不穩定的情況之日發生 希望這條影片可以幫到大家 大約有一個方向 怎樣買火牛 其實都是想買一些有保障一點 大牌子一點 有名氣 那間代理比較好去買 通常現在很少會說 你放在自由裡面 通常會檢查到 你說自由有問題 基本上一換一換新的給你 這個是以我所知 通常面對到火牛的代理 都會這樣換新貨給客人 我不知道會不會有例外 我不敢說 因為香港代理這麼多政策 間間都不同 所以不能夠一概而言 大致上是這樣 這條影片是比較淺談的 希望幫到一些新手的朋友 大約有一個印象或概念 如何選擇 不要再混合80PLUS 等於打8G這件事 太刺濫了 好了就這樣 過兩天 星期四 我們那晚也會有直播 就是GIGABYKE的活動 GIGABYKE那晚會有三張3070 會送給大家 怎樣送呢 就以HKPC的專頁直播 拜拜